大家好 这次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香蕉核桃蛋糕 最初的配方是参考小高姐的香蕉蛋糕的食谱 做了五六次之后呢调整到了我最喜欢的配比 所以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次的版本油和糖的量都很少 但是口感和味道丝毫不差 首先准备三根熟香蕉 用叉子就能轻而易举的把它们碾碎 之后加入两个鸡蛋 60克橄榄油 原配方用的是黄油可能吃起来会更香一些 45克红糖 把它们搅拌均匀 其实香蕉本身就能增加很多甜度 因此红糖不需要增加太多 之后加入300克中筋面粉 4克泡打粉 2克小苏打 2克盐 然后加入一些掰碎的核桃仁 南瓜籽 黑芝麻和燕麦 用刮刀把它们搅拌均匀直到没有干粉就好 这里所有的坚果都可以替换成你喜欢的 没有固定的要求 在模具下面订一层烘焙纸 然后把面糊倒进去 我这里的食材除了油和糖的量 其余的和小高姐的配方是差不多的 模具用的是吐司盒 所以如果你只有普通的磅蛋糕模具 记得要把这里所有的食材都减拌 之后用刮刀把面糊抹平 在上面撒一些刚才用的坚果 然后撒一层红糖和橄榄油 淋上橄榄油的目的呢 主要是为了让蛋糕变得更松软 烤箱预热到175度 先盖上锡纸烤40分钟 之后再揭开锡纸烤15分钟 烤好的蛋糕不要立刻切开 放凉后密封室温保存 这样做呢是为了给蛋糕一个回油的过程 所谓回油是指蛋糕在放置的过程中 被烤出来的油会渗透回蛋糕中 因此蛋糕也会更加柔软 等到第二天就可以切开吃了 等到第二天就可以切开吃了 核桃和其他的坚果 则能让蛋糕的口感变得更加丰富 其实在你尝试过一次之后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对配料做出调整 这个过程真的非常神奇 非常有成就感 就好像做出了属于自己 独一无二的蛋糕一样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那我们下次再见